夢夢呢 夢夢就有點懵懵懂懂 始終搞不清楚自己的尺寸 對 因為就是 我小時候第一件也是那種 平的 是完全沒有墊 什麼都沒有 沒有鋼圈 對 就是一個背心而已 我們大家都知道 對啊 都是 對 然後其實我穿那種內衣 一直穿到國總 然後後來換內衣的時候 只是背心加一層墊 對 然後我也是到了 第一次買內衣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就 因為我媽媽之前是第一次 幫我買 是去那種商場 就是那種 大賣場 對 就是那種美華菜之類的那種 然後就跟她說 我內衣可能就是 多少多少她幫我量 其實她量得很隨便 然後那時候我一直以為 我的胸圍就是32B 然後結果我到我長大高 大概高三的時候 然後我第一次 這麼久以後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我自己去買內衣好了 然後我就去逛街的時候 然後我就進了一間 就是 一間店 對 某個牌子的內衣店 然後進去以後 她幫我量以後 我才發現原來我是30B 所以以前都穿錯了 都穿32B 爽的 其實30B就已經夠了 那說老實話 我這樣一眼望過去 前面是 風風相連到天邊 到妳那邊呢 胸前的負擔 就沒有那麼沉重了 我先走 沒關係 這樣形容其實 對 還算公道啦 妳說實話 妳會不會羨慕那些 胸部很大的女生 貝三 我太愛妳 妳幫我摔妳 是啊 我提的 妳至少 視覺效果蠻不錯的 真的 而且胸型非常完美 那萌萌會不會羨慕他們 當然會 其實就是 平常自己不太敢穿低胸的衣服 然後就會覺得說很害羞 很害羞 所以就很羨慕這些姐姐 可是有一個缺點 譬如說我們穿一樣的背型 或是什麼的 他們這樣子穿就會很健康 可是我們會露出乳溝 我們不是故意的 可是人家就會覺得 妳穿得很裸露 對 而且胸部大的其實容易顯胖 對不對 他們要不要告訴他一些 胸部大的缺點 胸部大的缺點有四個 第一個呢 就是我們比較容易 腰痠背痛 因為其實負擔比較大 然後就是會腰痠背痛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那個脊椎比較容易受傷 就是我們可能 那個體型 比如說像我到現在 我都很習慣的肩膀會往內收 因為我從小會害羞 就是會這樣子 會有那種不自覺的自卑感 就駝背了 對 那第三個就是 可能會被人家... 就是被人家指指點點 然後可能有一些很 我覺得是很難聽的綽號 什麼 對 大家都有共同的經驗 對 然後再來就是呢 再來就是... 講... 第四個我幫妳講 錯號的單T 對 還有就是很難找內衣 很難買到內衣 很真心的男人 我覺得... 真的 妳要好好分享一下 為什麼覺得胸部大 反而碰不到真愛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 我最驚訝的地方 因為我發現說很多 其實尚圍很豐滿的人 然後呢 我跟他們聊天啊 那些女藝人 她說其實多半很多男人來 就是好奇 她想看看 你看乳牛可以大到什麼程度 或者是說胸部大的女人 碰起來是什麼感覺 可是等到她們真的 嘗鮮過之後 就是... 她就覺得就是那樣 所以其實唐寧她會有這樣的感慨 所以感情反而沒有辦法持久 對 我覺得說應該是 男朋友很多 或是人家真的是趨之若鶴 其實真的不是大家想的那樣 對不對 當時還小姑咧 對 對 連Keyboard的時候 開始彈一些比較悲傷的音樂 因為我們胸部大 如果穿T恤 穿一些長袖啊 然後就會整個看起來 就是很寬很胖 那我又很愛漂亮 所以我會喜歡穿比較和身 那其實穿比較和身 一般如果說是比較... 身材比較勻襯的 他們看起來就很健康 可是我只要穿一和身一緊身 馬上就是波濤就是很洶湧 所以就很容易就引來一些 好奇的男生 對 那小小魚他講的你認不認同 你有沒有相同的困擾 而且像學生時代 會有穿制服是襯衫 像我現在最近在拍電影 也是演高校生 可是那個襯衫呢 就會欺騙那個扣子會彈開嗎 會有這種 會很痛 會很痛 對 扣子這裡常常掉 我都要請造型師再重新縫 也很困擾 而且那樣子真的不時尚 不過講到這個學生時代 我要多問唐玲一點心酸的故事 除了被取綽號之外 那些男生怎麼樣整妳 怎麼樣針對妳的胸部做文章 我真的覺得他們很過分 像剛剛就有聊到那個吊橋嘛 那其實那個男生真的很無聊 非常無聊 他們會去啪那個吊橋 又從後面這樣 對 上體育課的時候 就很容易這樣啪那個吊橋 而且我還甚至 記得有一次運動會 那我被我們班上選為 那個跑步的接力選手 所以每一天下課之後 我們就要留下來跑步 波爸要跑步上運動場了 趕快來看 好漂亮 對 當時我還沒有這個醒覺 我自己就是很認真的在跑步 然後只是我想說 我們超賞勢語言的嘛 只要跑到稍微靠近校舍的時候 就會聽到 然後我還是不曉得 就是很認真跑 可是跑了幾次之後 就發現什麼啪一個水袋這樣丟我 就是氣球然後裡面裝水 就啪下來丟我 故意要讓你衣服變透明 對 或橡皮筋彈我 然後我才想說什麼東西 一看 我才看到上面 就是比如說我們有四層樓 四層樓上面陽台都是男同學 然後都在那邊 就是在那邊比說 看誰射得準啊 然後誰丟得準啊 好可惡喔 我好生氣 超慘喔 然後又覺得很受傷 那可是在跑步一定會這樣子 斷一斷一斷一斷 也很正常 那回去我就一直想辦法 想說怎麼辦呢 對 怎麼克服這種心理的障礙 對 然後我就想了一個好辦法 什麼… 我就第二天我就去跑步 結果我就發現 大家都沒有聲音 然後而且大家就 就是我發現 我就跑到前面去 他們都完全沒有聲音 然後我自己也跑得很輕鬆 為什麼呢 因為我用膠帶 我把它捆起來 好辛苦喔 好像會傷皮膚耶 天啊 對 真的那撕下來痛死了 所以你看為了不要引人側目 他還這樣子用心 這樣子的委屈啊 好委屈 這就是青春期的悲哀 真的 有不為人知的故事 我們今天才知道 但是中部也很可憐啊 對啊 都不能出來透透氣對不對 對 小中部也很可憐 因為有很多綽號啊 什麼飛機場啊 或者是 對 然後還有就是我朋友 還會跟我講說 你可不可以正面面對我啊 還是你可不可以不要背對我 先胸貼好 對 這樣說的 對 然後就會說 男生啊什麼的 也是很難聽啊 所以還是要 不大不小要剛剛好 可是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現在 因為那個 逃年那個年代 跟我們那個年代老實講 其實常常綁膠帶的 或者是說把自己用繩子捆起來 那是常見的 對 因為那時候比較保守嘛 然後大家會用側一個年側 在時代不一樣耶 對啊 所以每個人都在談說 怎麼樣可以進步 怎麼樣讓女兒 對 變成一種競爭的優勢 對不對 所以自信心也跟著提升了 對 那再問一下四位 你們在挑選內衣的時候 特別注意哪些部分 文婉先 其實我這個是 完全沒有基本概念耶 但是我唯一要注意的部分 就是說 集中脫高 對 我每次經歷我就說 我一看到你們講的運動型 像你們應該很喜歡穿那種 就是很舒服 然後加那個墊子比較積凸這樣 然後穿起來又漂亮 這樣 因為你們自然就會什麼 集中嘛 很漂亮 我不是啊 我一進去我就集中脫高 爆乳 效果... 那唐玲呢 妳在挑內衣的時候 都會跟店員要求什麼 一定要合身 然後其實就比較麻煩 越長大越麻煩 小時候就只要合身 然後我想要 我喜歡那個小蕾絲啊 小粉紅啊 有什麼小圓點啊 然後一些裝飾 變化 對 沒有我的尺寸 所以就沒有辦法 然後慢慢長大之後 其實就會看穿什麼衣服 比如說有些無痕的啊 或者是要有爆乳的啊 或者是有些機能性 調整性 都要 小小瑜呢 我最注重的是肩帶 因為有一些肩帶 它容易滑落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肩帶 它沒有辦法撐住Ecup的話 胸部感覺會容易下垂 我就很擔心我老年 就是快要碰到肚臍了 對抗不了地心引力 我好怕它下垂到這個程度 所以我還滿在意肩帶的 你看它從這麼年輕 就開始憂慮這件事情 應該這種事情 會比較晚在妳身上發生 真的嗎 那夢夢呢 挑選內衣注意什麼 其實我基本上就是喜歡那種花色的 就是大蝴蝶結啊 可愛 對 或者是點點 比較像日系風嗎 對 然後最好也是 集中脫高和暴如 可是妳注重那些裝飾 但是妳會內衣外穿給人家看嗎 還是孤方自賞呢 其實也就是自己 你看自己 其實每一個人穿內衣 是不是要適合它的體型 然後怎麼樣來選擇 適合自己的內衣 因為它就是兩片 我們知道NEWBO 它就兩片熱無色的 太難了 不是 真的 如果被看到就糗屁了 好險 如果有些人是貼那個風箱膠袋 他看到一定覺得 他是詐騙集團 對 風料 對 那個都 然後他們在親吻的時候 他就偷偷地趕快把那個撕掉 你知道嗎 然後往牆角一丟 牆角一丟 對 就往牆角一丟 對 對